调戏刘伯温 朱元璋怎么这么上瘾呢 还不都怪老朱那该死的征服欲吗 这刘伯温实在过于聪明 而且经常是朱老板话还没说出口 他就已经完全明白了 把朱老板弄得一点神秘感都没了 最让朱老板受不了的呀 是这家伙自从加入朱氏集团以后 总跟大伙若即若离融不到一块 朱老板认为呢 这位先锋盗谷的刘经理之所以不合权 是因为骨子里看不上别人 甚至看不上他这个老板 于是在大胜陈友良之后 喘了一口气的朱元璋就破天荒的 让刘伯温代替李善长做了一回日讲 而他呢就一边自己学知识 一边借机敲打这匹猎马 今天日讲的核心人物啊 还是朱老板的偶像刘邦 主题是文臣和武将到底谁更重要 刘伯温借用了如是陆甲 金奉给刘邦的两句名言 朱元璋眼睛贼溜溜的 哟 是吗 不过咱认为啊 武将是马 文臣是骑在马背上的人 所以你平时跟武将的关系也不咋地 刘伯温啊才不上套 而只有你朱老板才是骑在马背上的人呢 朱元璋看第一套没成 就开始下第二套 刘先生 你姓刘 这刘邦他也姓刘 您这祖上跟汉高祖有什么瓜葛没有 刘伯温实事求是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我们老刘家不攀龙负凤 朱老板呢一脸坏笑 先生清高啊 你都不知道 现在多少人拐歪抹角 想尽办法跟帝王将相拉上几毛钱关系 您咋就跟人家不一样呢 连我的偶像刘邦都入不了您的法眼 听话听音 缓过时的刘伯温啊 马屁技能火速上线 刘家祖上虽然和汉高祖毫无瓜葛 但刘家后人不住 却有一位攀龙负凤 谁啊 就是在下 而龙凤之尊就是大帅您的 刘伯温这马屁拍的实在过于高端 这就等于侧面告诉朱元璋 朱老板 我也是个俗人啊 没你说的那么清高 朱老板 我不是看不上你 相反 我是对你高山仰旨啊 能让刘伯温如此谄媚 朱老板脸上啊 流露出极度舒适的小表情 哎哟哟哟哟哟 多谢先上台局 可朱老板最厉害的地方 绝不是仅仅敲打了刘伯温 而是他还顺便激发了李善长 这位朱老板的日常讲师 带来了一个重要军情 陈有量的汉军险些从津江口突围 这是件大事 朱老板决定亲自跑一趟 前去不防 他人刚走 松了一口气的刘伯温啊 就跟李善长撂了挑子 兄弟 以后这事儿还是你来吧 这朱老板总喜欢无声处炸惊雷 我实在扛不住啊 听到刘老师课讲的不咋地 李老师流露出一眼欣慰 辛苦辛苦 真是辛苦你了